又圆中超圆 阿弥陀金的诸集 圆中超 金金索实 这金金就是值阿弥陀金 促心反复 促发心 什么也不同 但是有口能称 这个称就是念出声音出来 有心能念 念是心里面想住 所以念这个字 这个字是回忆 你看它的写法 上面是金 下面是心 那用在念佛上怎么说呢 心里面真有阿弥陀佛 这叫念 所以念不是出口 不是声音 念出声音 就念旁边加个口字 那叫口念出声音 没有加出口字 我讲心里头念 心里头有牵挂 牵挂不是别的 是阿弥陀佛 世间 所有一切牵挂 统统放下 只有阿弥陀佛 这叫真念佛 这是金宗 真正的修行人 是借口修制 没有人不能修阿 固执此经所示 这个经给我们实现的 是最简单的 最容易的法文 园中抄里头又说 若智齿民好 智就是智主 你看 一切大乘法文 都要我们把执着放下 尽宗不要放下 但是别的放下 执着名号 其他的不能执着 执着其他的造轮回业 还搞六大轮回 支持名号 这名号六大轮回没有 哪一道也没有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在基罗世界 所以支持名号的人 他决定往生基罗世界 你看 不问邪忙 休闲时间可以念 很繁忙的时候也可以 不拘动静 你工作 做一些劳动工作 可以念 你安静坐在那地方 也可以念 他的功夫可以不间断了 行住作物 借口修制 这才叫 简单容易 最方便的方法 行事走着 住室站住 坐住 卧室躺在床上 躺在床上 念佛不要出声音 出声音上气 这个要懂得 不出声音 心里头 我念 或者听 现在念佛机很好 跟着念佛机 默念 跟着你 所以 这个法门 可以不中断 顾止 此今所示 乃至今 之法门 接受快速 经是进路 换一句话说 别的法门都绕圈圈 路得很长远 这是直路 成佛 最近的一个道路 夜深决定成功 下面又告诉我们 成名之法 念 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方法 不择贤语 上上智慧的人 可以学 下下愚痴人 也可以学 什么样人都能学 不仅男女 也不分贫富 穷人可以念佛 富人也可以念佛 贵人在社会上 有地位的能念佛 见乞丐也能念佛 统统亏修啊 真正欺辱境界 它是平等的 没有丝毫差别 这就是平等的